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死神吗 传说中死神有一本死亡笔记 只要在本子上写下谁的名字 谁就会死 可对于小月这种高智商的学霸来说 这种虚无缥缈的神话 她根本不信 可不料在这天大雨滂沱的深夜 天空中竟掉落一本黑色笔记本 并且连雨水都不敢碰到她 这时放学回家的小月恰好路过 而这也正是传说中的死亡笔记 小月心想一定是哪个中二少年的恶作剧 恰好此刻电视新闻正在播报杀人犯 一向正义凛然的小月随后就将那人的名字写了上去 写完后她还觉得自己真幼稚 然而当第二天她翻开报纸时却是一愣 没想到昨晚的逃犯真的死了 满脸质疑的小月赶忙确认 果不其然真的是昨晚那名杀人犯 但即便如此小月也还是怀疑 也许这只是巧合也说不一定 为了验证笔记是否真的可以掌握他人的生死 紧接着小月来到混混经常出没的地方 小月慢慢拿出笔记本 随后将领头那人的名字写了上去 笔记本第一条规则 写下名字后要在心里想着对方的面孔 第二条规则 可以写下死亡的确切时间和原因 如果只写名字 那么对方就会在40秒内默认心脏麻痹而亡 小月一开始不是很相信 可紧接着混混头子就倒闭不起 小月连忙走过去查看情况 可确认完后她非但没有负罪感 甚至还有些兴奋 截止到目前小月已经杀两人了 可就在这时 小月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被什么恐怖的东西跟踪了 死亡笔记真正的持有者死神刘克登场了 小月被这一幕吓坏了 她原本以为死神是来取自己性命的 可刘克非但不杀她甚至还表示 你已经成为了我的新主人 而唯有接触过这本笔记的人 才能看到死神的真面目 得知死神不是来杀自己的 小月顿时开心的欣喜若狂 而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在她心中油然而生 从此小月踏上了成神的道路 她每天都用笔记写下那些逍遥法外罪犯的名字 对于像小月这种正义感爆棍 并且还是个高智商的学霸来说 这个世界极不公正而且腐败 犯罪的人总能逍遥法外 政客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会为国家与人民着想 媒体为了流量会篡改事情的真相 没有人会去同情并可怜那些受害者 为什么好人在这个世界就该被欺负 既然这个世界无法给予公正 那我就要做这个新世界的神 一时之间 东京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些名门政客富豪没一个能逃过小月的审判 甚至连他们的死因都是一样 每个人都是心脏麻痹而死 就连警察都拿这个案子没有办法 渐渐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同一人所为 小月为此还收获了不少迷妹的支持 并还给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救世主基拉 但他们却殊不知基拉就在他们身边 而小月想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犯罪的新世界 但她的行为却引发了道德和法律的争议 随着社会舆论的愈演愈烈 基拉也成了国际组织的抓捕目标 而且里面还包括小月身为警长的父亲 他们并没有把基拉当成救世主 因为在他们看来 基拉对罪犯的审判无疑也是一种犯罪 为了能抓到基拉本人 于是他们派出了侦探界的福尔摩斯尔来调查此案 那是全球王牌天才侦探 曾协助警方侦破过多起国际棘手案件 他从不露面而且身份很是神秘 那一出场就远程告诉众人 随后表示我已经找到了抓捕基拉的方法 这天回家刚做完作业的小月 却只见全球新闻台出现一个自称闹的主持人 他公开表示要逮捕基拉 批评基拉不是救世主而是一个罪犯 还是一个幼稚的杀人犯 小月听完很是生气 胆敢质疑我 看老子不弄死你 随后他在笔记份笔记书写下他的名字 几十秒过后 果不其然主持人直接突发心脏麻痹死亡 小月忍不住笑了 就你还世界第一侦探妄想抓我 小月本以为结束了 可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输了 这时电视突然转换了画面并传来了他的声音 基拉 没想到你真的可以隔空杀人 原来刚刚死掉的主持人并不是真正的了 而是要随机找来的一个死刑犯 随后要说道 看来你要杀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由于这次的直播仅覆盖在日本的关东地区 由此了推测基拉所在的地点应该是关东 紧接着他的声音再次传出 基拉 你的身份马上就会被核实清楚 不久之后 我一定会亲手将你送上死刑台 小月怒了 要把我送上死刑台 那就看看是你先逮捕我 还是老子先宰了你 一旁的死神刘克看着这一幕 不禁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这场好戏他一定要看到底 而聊这个智力变态的家伙 很快就从唯一的蛛丝马迹中 推测出了基拉的身份 因为这些受害者的死因都符合一张表 这张表格的时间和大学生的作息时间很像 罪犯的死亡时间大多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五点开始 可到了周末却变成全天 要由此得出结论 基拉很有可能是个大学生 并且在关东也只有唯一的一所大学 就这样基拉的搜索范围再次被疗缩小了 而且恐怖的他还发现 那些没有照片以及名字的罪犯全部幸免于难 再根据刚才的电视直播 他马上推断出基拉杀人的条件需要长相及名字 然而他们却殊不知 恐怖杀人如麻的基拉竟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小月靠着这一层关系很快就了解了调查的最新情况 随后他凭借高智商入侵了父亲的电脑 由此得知了 他已经判断出自己是学生 但这样你就以为小月会停止杀人吗 不 并不会 紧接着小月提前定时设置好了每个犯人的死亡事件 把从下午5点开始杀人修改成了全天每小时死一个 很快警方就被小月的这一操作搞得一头雾水 瞬间就让调查恢复到了起点 一些探员甚至觉得她的推测是错的 他们觉得基拉根本算不上一个大学生 但智商恐怖的L并没有这样想 既然基拉在这么短时间就能做出变化 那就说明她对案件的调查情况一清二楚 也就是说基拉正在我们当中的一员之中 可谁曾想这竟然也是小月算计好的 他故意把基拉与警察之间的关系透露出去 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警局内部彼此猜疑 然而小月却没想到 L不仅要调查现场的每一个警察 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包括在内 就这样小月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这天小月像平常一样为刘克苹果 可刘克并没有如以往那样去拿 小月掏出手机这才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这也代表着他已经被警局的人给盯上了 他很想杀掉对方然而却不知对方的名字 正当小月不知所措的时候 刘克向他透露了一个关于死神的秘密 原来死神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到对方的名字 但他并不会轻易透露信息 如果小月想要知道的话 就要赴给刘克一半的寿命 就在这时小月忽然灵机一动 他想起笔记本使用守则第三条 可以清楚地描述死者的死亡时间及原因 对方就会按照他的记录特定死亡 这天一名拿枪的匪徒突然来抢劫公交 而小月也想借着这次的机会 去试探跟踪自己的探员身份及名字 随后他写下辩条告诉女友 一会我会趁机将歹徒的武器抢过来 这一幕也被后面坐着的探员看在眼里 他想要阻止小月 但小月却说 我又怎么能相信你 弄不好你是劫匪的帮凶也说不一定 因为劫匪一般都不会单独作案 而为了自证清白 探员随后就将自己警察的证件向小月展示 然而他却殊不知自己上了小月的当 随后小月故意将纸条丢到了地上 这一幕恰好吸引了劫匪的注意 小月丝毫不慌 这时劫匪却突然看见小月身后的死神刘克 瞬间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小月丢出的纸条 正是他从死亡笔记中扯下的一脚 此时刘克才恍然大悟 自己身为死神也被小月轮为妻子利用了 发泄了一通后 受惊的劫匪急匆匆仓皇逃走 不料刚下车就被急驰而过的汽车撞飞 而这一切都是小月精心设计的 他在死亡笔记上如是写道 3月29日一名劫匪死于车祸 他在10点12分上车想要抢劫巴士公司 却在途中看到了恐惧的幻觉 他向幻觉开枪 随后在跑出公交后被撞车而亡 警方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小月这一次在第五层 他不但塑造了一个正直的形象 并且还确认了探员的身份及名字 但小月并没有直接干掉雷探员 因为他觉得雷探员还有利用价值 他要不下一场更大的局 这一幕连死神都被他吓到了 第二天 雷探员来到列车执行任务 而小月也四季登上了列车 这时他利用变声器通过无线电告诉雷探员 你好雷探员 我就是基拉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去做 雷探员一开始不信 可紧接着他旁边的一个男人就突然暴毙身亡 雷探员检查了身旁男人确实死亡后 他顿时就被一股死亡的恐惧笼罩 无奈之下 随后他就被要求用指定的纸张将上司的名字填了上去 紧接着雷探员的电脑里就被警长发来了一份警员成员名单 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他就被小月胁迫把所有警察的名字都抄了上去 可当雷探员刚下列车时 就突然感到胸部不适 紧接着就当场暴毙身亡 小月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笑了 原来探员刚才写名字的只是从死神笔记撕下的一页 里面提前就被小月写下了死亡时间和原因 唯一差的就是在上面填上名字了 这一次小月又是在第五层 他借雷探员的手将自己不利的威胁全部铲除了 很快包括他在内所有的警方调查人员 都因为心脏麻痹发作暴毙身亡 甚至远在国外的上司都莫名死亡 此刻警局已经炸开了锅 在得知调查小组的人都死亡后 会议室内的警察或许是出于死亡威胁 也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都纷纷选择了辞职 他们知道这次面对的凶手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个能轻易主宰他人生命的神 最终只剩下小约的父亲和另外六名警察 他们决定貌似也要找出基拉 实际要也在等待只剩自己可以信任的人 最终几名警察也终于在一家酒店看到了他的真身 二的出场给人感觉像是个宅男 这样的人又真的是国际王牌侦探吗 随后一个接一个警察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要是基拉的话 当你们把自己的名字念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以后每个人都得用化名 而且我非常确定 基拉正在上次的调查对象之中 警察们顿时恍然大悟 如此一来那调查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 要重复看着所有警察被杀的监视视频 最后他找到了线索 发现雷探员在临死时用手指向了列车的门 他推理出车内站着的人一定是基拉 随后要当即命令警员 将重点放在了雷探员追查过的对象 而里面也正包括了月霸一家 刀要在他家中的每个位置装上无死角的摄像头 有几个傻乎乎的警察不同意 觉得这样窥探别人隐私是犯法的 一旁的月霸尽管有些生气 但是他还是同意了他的做法 对了说那你可要做得彻底一点 最好连洗手间都不放过 而令月霸没想到的是 L也正有此意 最强侦探L与死神月的对决将马上开始 放学后小月殊不知将会有大火临头 幸好他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插进门缝里的笔心坏了 而从他进门回家起 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被警方看在眼里 这时察觉到异常的小月 也坚信家里一定被人动了手脚 此刻死神刘克不断地向他索要苹果 但小月为了不暴露自己 他选择了无事 他清楚自己的言谈举止 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 如果一旦自己说错的话 那就会立马被警方定义为基拉 小月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只好带着刘克来到了外面 告诉他家里已经被监控了 以后我在家里不能随意回你的话 你也不能再吃苹果了 要想吃苹果 就帮我找出监控器藏匿的位置 就在警察连续侦查了好几天后 也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可就在憨憨警察决定对小月排除嫌疑时 到此刻却开口表示 小月有着极大的可能正是基拉 他注意到在小月被监视的这一个星期里 基拉也停止了杀人 这段时间线恰好与基拉消失的时间线一致 不过小月早就提前准备好了死亡名单和日期 不久警局就传来了又有人死去的消息 月霸刚为儿子摆脱嫌疑高兴 L就泼了一盆冷水 别忘了基拉能够控制死亡的时间 除非他能杀死最新报道的罪犯 那小月才能彻底摆脱嫌疑 不料这时再次传来消息 城市里刚作案的凶手竟突然心脏麻痹死亡 可此刻监控下的小月 却是在吃着薯片认真的学习 小月不是基拉的嫌疑再次得到了证实 就连L都看傻眼了 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小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 实际却在薯片放了东西 原来小月将死亡笔记撕下一脚放在了里面 然后通过手机收看外面的实施情况 就这样在警察的眼皮下实现了完美作案 要只好下令拆除小月家里所有的监控 这一次小月又赢了 他以为自己在第五层 然而小月却在大气层 他靠着完美的行动让警察再次一筹莫展 可正当来有些不知所措时 却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但有些懵了 他本以为小月摆脱了嫌疑 可如今的电话却又再度引起她的沉思 电话那头的女人叫杰木 她正是死去不久为探员的老婆 丈夫出事那天她恰好也在列车上 而为了调查丈夫的死因 她特别注意到了丈夫生前追踪的小月 随后她调出了上次死亡客车的所有乘客名单 正好查到小月当时就在车上 就这样杰木靠着高智商推理出小月正是基拉本人 并且还准确地说出她能靠心脏麻痹以外的手段杀人 小月笑了 但她的表情却笑里藏刀 原本她以为自己隐藏的滴水不漏 没想到连奥都难以捉摸透的自己 竟被眼前的女人轻易推理成功了 紧接着她拿出纸写上了杰木的名字 她要尽快除掉这个威胁 可令小月没想到的是 杰木不仅完好无损甚至还走过来威胁她 女友感到莫名其妙 自己可爱的男友又怎么可能是基拉呢 而小月也非常清楚 之所以没能杀掉杰木 是因为杰木这个名字是她的假名 这下看来小月危险了 而杰木为了让她露出马脚于事决定输死一搏 随后第二天杰木就绑架了小月的女友 然后打电话逼迫小月现身 此刻阿和警员也正在监控里观察着现场的一切 就等着小月承认一切然后将她拿下 随后小月火急火燎的来到约定地点 而等待她的是一个决心要为丈夫复仇的铁血女人 杰木随后表示 如果你老实承认自己的罪行 那么你的女友就不会死 承认雷探员就是你杀的 承认你就是基拉 但小月却坚持否认自己是基拉 事已至此见她还嘴硬 杰木随后更是拿枪对准她的女友 威胁让她也体验下失去挚爱之人的痛苦 此刻监控室的月霸再也忍不住了 这种既没有证据 还用死相逼小月承认是基拉的行为 根本就背离现实 她果断就派人前去阻止 眼看警察就要到来 无奈之下监睦决定爆出自己的真名 我叫南空执美 如果你想在女友死之前救下她 就像杀了雷探员那样也杀掉我 而执美真正的计划 也正是为了让小月在监控下露出马脚杀掉自己 这时小月缓缓掏出钢笔 难道她真的要暴露了吗 不料就在这时 警笛的声音突然传来 女友司机就正开束缚跑向了小月 可紧接着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全都傻眼了 而女友被枪击后瞬间一命呜呼 这时执美慌了 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在无意的状态下开枪 小月此刻咆哮着质问她为啥要开枪 在一遍遍的质问声中 最终执美在警察赶到时 出于愧疚选择了引弹自尽 难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不 实际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小月早有预谋 而这次也依旧是小月提前设计好的 原来在干掉雷探员那天时 小月就注意到了执美 在知道对方利用假名来试探自己后 小月就来到了雷探员与执美结婚时的教堂 果断在名字簸上就查出了执美的真名 因为没人会用假名登记婚礼 在知道执美的真名后 小月很快就设计了一个完美的剧本 她在笔记上如是写道 南空执美4月15日死于自杀 她为了逼迫杀害丈夫的真凶现身 绑架了其女友约到指定地点 随后联系搜查总部监视现场 人质逃跑时她企图制止 最终因为良心愧疚引淡自尽 这一次小月完美地化解了危机 她不但铲除了执美这个威胁 甚至再次摆脱了基拉身份的嫌疑 只不过女友的死却一时让她无法释怀 这时当所有警察走后 刘克也飞到她身旁连忙安慰 然而小月抬起头时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女友的死也是小月设计好的 此刻刘克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这已经违背了死神笔记的规则 笔记只能自己杀人 而不能让别人代替自己去杀 她很好奇小月是怎么做到的 小月却淡淡地表示 是因为我还写了第二页 女友 4月15日14点15分被人绑架 在警察赶到时试图逃跑 而为了保护男友不受伤害 最终党在身前不幸中枪毙命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点名去写是执美杀了女友 所以我符合笔记规则 刘克感到好奇 你当时又怎么能确定一定是执美枪杀的女友 小月则是平静地告诉她 由于枪支在日本非常难买到手 并且我还写上了她俩都死于枪击 两人的死因正好符合因果逻辑 所以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听完小月的这一波操作 就连恐怖如斯的死神都觉得她恐怖 而之所以要干掉女友 是因为小月还有个更大的计划 她想通过女友的死 让外界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而为了能给女友复仇 她就能有个打倒吉拉的合适借口 以此向父亲申请加入调查组 做这一切只为能见到她的真身 这时她的声音传来 这也是两大最强王者 真正第一次面对面争锋对决 L静静吃着薯片 她早就看破了小月薯片伪装的手法 但却没有实际证据证明小月就是吉拉 此刻小月冷冷一笑 老子要在你找到证据前线弄死你 两大最强王者到底谁会赢呢 而远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个穷凶极恶的匪徒正在追脸一个小女孩 女孩恐惧地闭上眼睛 只能默默祈祷救世主吉拉拯救自己 就在这危机关头 没想到下一秒 匪徒就当场心脏麻痹暴毙而亡 女孩还以为是吉拉大人拯救的自己 可紧接着 大名鼎鼎的死神雷姆登场了 剧情未完带续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剧情会更加精彩 所谓者